- 大家好!我們今天要來做一個GetReadyWithMe的影片 因為好像很久沒坐下來跟大家聊天 呈現我今天這個很可愛、很甜美、很復古的妝容 那我們就趕快開始吧! 我今天時間有點多,所以我要從按摩臉來開始做這個GetReadyWithMe 我把頭髮給綁起來 你們有這種人嗎? 就是大家沒有綁頭髮是不是不會化妝 我就是屬於那種人 我覺得我沒有綁頭髮 就跟我吃飯沒有綁起來一樣 不會吃飯 我不是之前就很喜歡用這個刮沙斑來按摩臉嗎? 今天一樣 我今天要使用的是Skonas的商品 一開始要先用這個復活油 跟他們Skonas的這個美白精粹 通常我會兩個直接加在一起喔 如果趕時間的話呢 像我這樣子加在一起用是很OK的 先這樣抹著之後呢 我就直接拿刮沙板 就是這樣子刮 明天是大叔生日 所以我們今天晚上要去吃個晚餐 現在超早 現在12點 我從12點開始準備順順的 刮這個臉這邊 現在已經中午 所以我水腫的狀況已經好很多了 然後它會有一點點這個混合 它等一下就消了 所以大家不用太緊張 但是我沒有在使命的刮 有多的那種這邊 邊邊 我就會這樣一路刮下來 那Skonas這個品牌 其實是台灣MIT的品牌 大部分的廠商是Made in Taiwan的話 其實在接合作的時候 通常都會優先處理 精選了幾樣 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歡的商品 來跟大家分享 首先我剛剛有使用這個復活油 他們這個復活油 我最喜歡的一點是它的成分非常單純 它成分只有六個成分 因為像我這種三十幾歲的人 開始會擔心有長皺紋什麼的啊 我晚上就比較常會用這瓶復活油 就像我現在這樣子按摩 但是就是輕輕的按臉部啊 然後眼下這種 他們這瓶復活油是可以有抗皺功能的 它的吸收速度其實算蠻快 它不會說一直在你的臉上感覺很油的感覺 大家知道我在加州非常的乾 如果真的太乾的話 我甚至會把這個復活油直接混到粉底裡 加一兩滴就好不用太多 復活油除了我剛剛講的有改善乾燥的功能 如果你有常常會皮膚很紅很癢的問題呢 用這瓶復活油也是可以達到改善的效果的 這瓶的話在加州這種很乾的地方是非常適合的 在台灣如果夏天比較熱的話 就不要用那麼多皮膚 就用半滴一滴我覺得就夠了 在季節轉換的時候如果皮膚有乾燥啊 比較癢的狀況的話 用這瓶復活油是很ok的 那另外一瓶我剛剛有加的是這一瓶美白精萃 平時對美白沒有特別的需求 因為我就是有點北八代的人 所以我如果曬黑的話還蠻ok 就是可以慢慢的擺回來這樣 這個是我的天生 但是他們寄這一瓶美白精萃給我的時候 是剛好前陣子 我不是去夏威夷 那我去夏威夷回來的時候 不是有那種沒有曬傷 就是曬紅曬黑 我就是已經回來之後用了差不多一個月 我真的覺得我皮膚有亮白一階的感覺 因為大家知道我是九槽肌的關係 它裡面因為有3%的傳明酸 所以九槽肌的人使用是很ok的 這一點大家可以完全不用擔心 甚至它主打在醫美術後都是可以使用的 我本身是乾肌嘛 我在加州使用剛剛好 這瓶美白精萃其實裡面有控油的成分 所以如果你是油肌的話 也可以達到控油的效果 這一點我覺得在台灣可能更多人需要更適合 因為是台灣品牌的關係 他們就更有針對台灣的天氣啊 去做一些成分的改變 更適合在台灣的你們使用 或者是說你身處在一個 像台灣一樣比較潮濕啊 悶熱的氣候 也會還蠻適合Skona這個品牌 我當時會想要接這個合作有一點 是因為我看到他們有一個slogan 是說他們家的創辦人 是為了想要讓大家的肌膚都鎖在30歲左右的很良好的狀態 我心想說這不就是我現在嗎 我現在就是30初 這樣子 使用他們家的產品就會讓我永保青春 相信這樣子 按了差不多之後呢 其實我們現在就可以進行上妝的步驟 早上起來沒有臉超乾的話 我早上上妝前我就是會用這個美白金翠而已 但是如果說早上真的起來覺得 喔就是皮膚很缺水的狀況 我就會用這兩個搭配 然後像我剛剛那樣 不過如果早上上班的話 就沒有那麼多時間在那邊什麼按摩什麼 就是趕快抹一抹 按摩完畢給大家看一下我的肌膚好不好 我的皮膚還是有一些霞的啦 就是近看呢 其實是可以看清楚 像我這邊也是快要長痘痘 所以大家 我的皮膚沒有到真的說 頂好好不好 想說今天做這個get ready with me 跟大家聊一下天 我現在來上這個是防曬 你們看到今天天氣超好 剛剛有說我今天要去幫大叔親身嘛 今天就是算一半的親身 剛剛本來去拿衣服的時候 我想要穿一件衣服 但是我越想越覺得有點不對勁 因為我覺得好像去年大叔過生日的時候 我也穿那件衣服 然後我去年有拍vlog嘛 我還回去看 我果然穿那件衣服 錄影前就去把它換掉 要不然去年跟今年 他生日我都穿一樣的衣服 防曬擦完了 今天底妝我要用的是這個 Covermark的中藥粉底吧 最近我真的是要重回喜愛它 我發現很久沒跟大家做get ready with me 我現在有點手忙腳亂 今天除了等一下要去幫大叔過生日 還想要跟大家聊一下 最近給自己設了一些挑戰 除了開始工作以外 我真的是也不是沒事給自己找事做 是有一點事其實早就想做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二十幾歲的時候呢 我沒想到趕快去做這件事 所以我現在就是有點後悔沒有早一點開始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我早就可以做了 但是我現在才有勇氣去做嗎 如果有在follow我instagram的話 應該可以不難猜到嗎 就是我接下來會跟我幾個高中同學 創一個品牌 那目前我們是想要做一些居家類的產品 欸等等 我今天怎麼先開始上粉底 我現在有點傻眼 平常我是先上眼妝 我已經上到一半了耶 你看我剛剛說手忙腳亂 完蛋了我今天妝可能會失敗 我現在就繼續 好 剛剛講到我跟我的高中同學 要一起創一個品牌 目前我們的產品其實發展的差不多了 其實你們在看這個影片的時候 應該已經上線了 其實我還蠻喜歡做一些手作的東西 跟我對居家類的 居家還是家居的產品 就是比較有興趣一點 所以我就一直很希望可以 我如果自己多一點心力去做這件事情 加上我發現好像台灣很多人家 尤其像我大學的時候 我也是自己在外租 然後我知道出社會之後很多 比如說我本來不是台北人 我很多大學同學 有都得在台北自己租房子 不管怎麼樣 就是租房的人很多 那我發現就是租房的人都 應該會喜歡打理自己的家 然後把自己家用的很舒服啊 什麼的 可能可以去什麼ZARA Home 或者是一些無印良品之類的 但是我就是希望打造一個 嗯...我的品牌 可以給大家多一點inspiration的感覺 讓大家會喜歡怎樣的生活 就可以自己去做自己去打理 陸陸續續也會推出一些產品 想要帶給大家 現在來畫眉毛 我現在用的是這個Media的眉筆 但是我先拿別支眉筆來輸一下 我的眉毛 就是關於創業這件事 因為我本來是想要一個人做嘛 但是後來我發現 我高中有一群好朋友 大家都對就是這些東西非常有興趣 高中不是大家很流行寫卡片啊什麼 我們八個人生日的時候 我們卡片是在輪流比精美的 你們知道嗎 我們就是很愛手作的一群人啦 那當然說我們這個品牌也不一定說 未來一定會走手作 但是我們前面推出的商品就是手作 都是我們自己手工制的 但是我們注入非常多心力跟時間 在這個品牌跟這些商品上 加上我們目前都是在副業的狀態 所以在這個時間有限的狀況下呢 我們做出了這個品牌 推出給大家 這個是我們的初衷啦 因為我知道不是說 每個人都對手作的產品說非常有興趣嗎 我知道很多人也喜歡機器智啊 很完美的那種感覺 不過我們前面推出的商品 是會比較有那種手作的感覺 然後你可以看到每一個都是不一樣 在設計的時候最好玩的地方 就是在這裡 剛好我們幾個 目前拿所有的東西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剛好可以推出一系列不同的商品 那有興趣的話 我當然也會把這些所有的資訊都貼在下面 大家有空就可以去逛逛 啊我現在在畫眉毛 眉毛這個不用介紹了吧 我平常我也就只有眉粉一盒 是素苦的 大家會買家居產品的人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多也還要少嗎 不知道為什麼我想像百分之七十的人會買 百分之三十的人不會買 結果上次我舉辦IG的投票問答的時候 差不多就是五十五十會買跟不會買這樣子 我非常的訝異 如果說你們住家裡會想要裝點自己的家嗎 還有蠻多人是跟爸爸媽媽住的嘛 不過我知道說租屋主也是分兩派 有一派是屬於那種 啊反正這個房子是租來的 我不用太認真能住就好 另外一種租屋主是我好不容易找到這個我非常喜歡的房子 我想要把它裝點成我喜歡的樣子這樣 接下來我要用的是素苦的這一盤 這盤是102 Ayashizuku 這個是菜霞嗎 這邊長超美啊 你們看 今天就畫個比較淡的妝好了 我每次這樣說等一下可能又很濃 那大家如果有什麼回饋啊 或者是想跟我分享的啊 你們也可以隨時留言給我 只要我看得到的地方我都會看 這就是中間最大的挑戰 你知道台美工作 台灣跟東岸我覺得還比較好工作 台灣跟西岸的這個時差 我真的是覺得超級困難 我們四個人做這個品牌 我們四個人其實大家都有各自的班要上 雖然不是每一個人都是朝九王那種班 配合的時間就是不是台灣的很晚 比如說台灣的十點就是我這邊的七點 但是如果說我要出門去辦公室上班的話 我平常八點就要出門 因為那天開會的話 我基本上就是要六點以前就起床 那我六點跟他們開會開到八點 那六點其實也就是台灣時間的九點 說早也不早說晚也不晚 但是就是超級難配合 這個是第一個我覺得很困難的地方 但這個就是只要起的來跟時間都可以擠得出來 所以這個其實不是說非常大的困難 小困難最小的大困難 那接下來就是那種屬於 我們就是那種很detail的女生 你知道嗎 你們只要看得到我們品牌的任何東西 我們幾乎都討論過不下 五遍到十遍以上 有時候有跟大家分享我們做品牌的進度 跟宋良分享我們做品牌的進度 他們兩個都是會覺得說 天啊你們會不會討論的太細部 沒有回去那種眉毛 因為我在螢幕上覺得眉毛好像沒梳開 他們兩個會覺得說 我們討論這麼多 我們不如直接上架看看 我們就是屬於那種 有一關沒過 我們沒辦法到下一關 我們真的是花很多時間 再來回討論很多部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辦法 在我們的產品啊 或者是我們的平台上看出 細心分析過我們想幹嘛 而去做出來的 好現在來畫眼線 眼線今天要用的是愛獨莎的眼線 眼線要安靜一點 你知道我平常為什麼不喜歡先畫底妝嗎 因為我畫眼線的時候沒辦法懸空 就是我的手一定會碰到臉 我就覺得有油油的感覺 粉底弄到手的感覺 眼線好像差不多了 加一下睫毛 剛剛講的這些 尤其我們是四個人嘛 就是如果是我自己做品牌的話 我可以自己決定那些事情 不過是四個人要一起想要把這個品牌做好 等於我們所有的四個人都要有意見 然後四個人都要去同意一個意見 這方面我覺得也是做一個品牌非常困難的 而且我們四個都是屬於那種 非常有意見的人 因為你們知道有些人可能做一個品牌 就是我出錢那我不做事 但是我們四個沒有 大家都是都做事都出錢都有想法 反正四張嘴就是哇超多這樣 可是我覺得這個是反而是好的 如果說都沒意見的話我反而會覺得 喔那大家到底想怎樣 這個部分有共識也是蠻好的 剛剛說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從小到大就覺得說 我可能看我爸媽做生意 我就覺得說當老闆是一件很累的事 然後同時他們也會一直跟我說當老闆很累 不要當老闆什麼的 但是自己當了別人的員工 又覺得當老闆好像有一些不一樣的挑戰 你想做一些事情的時候真的要自己做主 才有辦法達到你們想要做的那個level 像我現在在想完一個被聘請的員工 我覺得自然很難做到說 你把公司當成是你自己公司 基本上是沒有任何員工可以做到 把那個公司當自己開的公司 去在裡面做那些公司的事務 但是你自己做一個品牌 你就是會無數客的都在想這件事 你真的是非常的耗盡所有的心力 現在不是在抱怨還是什麼 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覺得很多人可能覺得 欸學生的時代不太可能創品吧 我反而像學生的時代 很有精力去做這件事情 如果是學生的時代開始做自己品牌 我覺得也沒有不好 而且你學生就開始累積這方面的經驗 你等到像我現在30歲想要做自己品牌 有些人可能早就22歲開始做了 他到他30歲的時候可能已經做了8年 就是我如果從30歲開始做 我到38歲才可能做起來 你懂嗎 如果想做一個東西就是可以盡早開始 那我真的是不知道 我為什麼之前沒有那個膽子 或是沒有那個勇氣去做 因為其實我在我心裡已經想做這件家居產品的事情 已經非常久了 我覺得剛好也是跟我朋友他們 說我們互相推彼此一把 我們大家發現早就想做這件事 可是沒有互相推一把 沒辦法成型 那可能有些人可能會說 不要跟朋友一起做這種合夥的事啊 我們是覺得 因為我們當朋友也就蠻久了 算是非常了解彼此的個性 不是說那種不太熟的朋友來做合夥 或是什麼樣子之類的 我覺得在這方面我們幾個算是很OK 今天只在那種很遠的距離在化妝 我其實不知道畫出來怎麼樣 螢幕上面看起來好像還OK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做什麼大事 也不是說大事 像我覺得這件事對我來說 也不是說多大的事 想要做的事就趕快去做 平時我也是會非常常收到大家的私訊 最常的是我想要到國外去念書 我想要申請國外的學校 但是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這我之前跟洋洋就打過了 這些事情你想要的事情跟你真的可以去 中間還離很遠 不如趕快先去做那些事 比如說你想要來國外念書 你總是要提出申請啊 那些流程其實都是要搞很久的 不是說你想要到國外念書 你下個月馬上就可以到國外念書 申請的流程準備的過程 這些都是很漫長的 等到你真的確定的時候再來擔心這些事 好像也OK 因為像現在我們也就是一直在準備準備準備 這個籌備的過程很長 擔心的事情很多 但是你不去做你永遠沒有辦法 像我現在也其實也不知道我這個品牌 我現在錄的當下我還沒launch這個品牌嗎 我到底launch的時候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我沒有辦法預測那些事情 平常應該都是對未知的東西感到恐懼吧 我現在用這個TOMFORD的這個 蠻多年前買的腮紅跟有點像這個 bronzer的東西 它就是算是那種bronzerbomb吧 這種呢我就是慢慢疊加 那它另外一頭就是腮紅 也是用一點點 怎麼樣再上一點點這種有點粉狀的腮紅 會有點亮亮的感覺 今天就是打造一個濕濕的感覺 來上蜜粉 大家覺得你們這一身妝目前為止 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很多人可能會覺得我這個人很勇敢 我想做什麼就去做什麼 但是我真的覺得創品牌這件事情 因為每個人都會怕失敗嘛 創品牌這件事真的是完全 踏出我舒適圈的事情 創品牌很多人可能是 你有一個商品 然後你去找人來幫你包裝那個商品 但是我們真的是從零到一百 目前為止都是自己做 當然eventually我覺得有一天 我們可能會需要別人的幫助 但是我們現在所有東西都是自己 自己在那邊學 自己怎麼算成本啊怎麼包裝啊 設計當然就是因為我們本來就是 有一點點設計的底子 設計方面的事情倒是相對簡單 但是我們還去研究人家怎麼經營 就做邊做邊學 我們就是一群30歲的姊姊 還是會很怕失敗啊 還是會擔心很多事情 我覺得不管你20歲還是30歲 都會擔心 那不如早一點開始 如果20歲開始做這件事情 擔心的事可能是跟現在一樣的 我知道現在超級多人擁有自己的品牌 經營小生意啊什麼的 如果說大家有什麼 想要給我的小撇步什麼的 但有人會想要把自己經營的小撇步 告訴別人嗎 我自己如果有未來再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目前是沒有撇步 我們就是每一步路都是在那邊 自己做很多功課 然後不斷的學習 目前還是在學習當中 我剛剛要說就是這個事情 真的是跨出我非常大的舒適圈的一件事情 這可能就跟比我去跳傘一樣的意思 以前有這個想法 從來沒想要去執行 今年快底了嘛 終於去執行這件事 我覺得執行才有一種蠻踏實的感覺 所以大家歡迎在下面跟我分享 你現在人生中最大的挑戰 你開始做了沒 有沒有想要去做 任何你給自己設下的一個挑戰 嘴巴的部分我要用的是這個 Roman 這個是我上次買的 但是我忘記色號了 喔23 上面寫23號 它是那種比較絲絨感覺的唇名 呃它不是唇名 唇 唇 唇彩 化完嘴唇大概長這樣 它這個有點就是vintage的感覺 剛好它這隻色號也是有vintage在裡面 整體就是一個讓你 有點很復古的一個紅色 有點像是復古相機會造出來的那個紅色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個名字取得真好 然後質感我覺得非常的好 到底是什麼 我就叫它唇彩我很喜歡 我今天有時間來整理頭髮 現在用這個大叔子先梳一下 我平常化妝化一化 因為我時間都尬很緊 如果要出門的話 我通常化到這邊這樣子 我就會沒有時間再弄頭髮 但是我今天很早就開始準備了 所以我有時間 最後頭髮的話 我也是要用Sconas的這一款髮油 那這瓶護髮油我非常的喜歡 我跟你們說我收到所有Sconas商品 我最喜歡最喜歡的就是這個髮油 我的這瓶是水梨花口味的 然後我真的非常喜歡這個香味 它就是一個高級的香味 我通常都是用兩滴左右 我給你們看現在是還沒有上 但是我頭髮本身就蠻乾的 所以我來上 我剛用兩滴 然後我平常就是護髮尾這樣子 髮尾 現在就是有那種有韌性 然後有光澤的 我覺得這個髮油真的認真好用 我平常真的是不誇張 一個禮拜洗一次頭 我洗完頭的時候 還沒吹乾前我就是會壓三下左右 然後先塗在頭髮上 把頭髮盡量的擦乾之後 我再去吹頭髮 吹完頭髮當然一定還是會有一點毛毛的嘛 然後我吹完頭髮之後會再用兩下左右 像我剛剛這樣子再抹一次 然後像現在手上還是會有一點多的嘛 我就會帶到上面這邊 我不會太弄到髮根啦 但是就是那種上面的 因為有時候上面那些小寒毛 還是會有一點毛毛的嘛 這個是我覺得非常棒的產品 這個髮油是完全的不黏手 我就剛剛市面上蠻多那種大品牌啊 的髮油比起來 功效是幾乎一模一樣 所以我非常推薦這個髮油給大家 那他們現在是在週年慶期間 週年慶期間CP值最高的基本上就是這個髮油的組合 你可以一次游有三個口味 然後這個禮盒組的價錢是888 我平常上網看他們官網 最常售完的就是這個禮盒 如果之後週年慶結束的話 這個禮盒就會調漲到948 所以如果想要購入的話 可以趁現在週年慶的期間購入 我剛剛介紹的復活油啊 跟美白金翠 或者是你有喜歡其他Sconas的產品的話 他們現在週年慶期間 也推出很多不一樣的方案 很多折扣甚至都在五折以下 那更多的資訊 我就會放在下方的資訊欄 大家可以點開來看 開始試用Scona是大概 真的是六月開始 所以六月到現在九月的期間 我其實是用三個月左右 真的是蠻喜歡 所以才想要推薦給大家 他們品牌還有一個很棒的地方 是他們在三十天內都可以申請退換貨 所以就是如果你的皮膚用起來 真的不舒服啊不適合 都可以跟他們客服聯絡 然後可以有這個退換貨的服務 真的我相信你們用過應該都會喜歡 今天的Get Ready With Me差不多了 就到這邊 大家覺得怎麼樣 現在晚上穿這樣去約會應該OK吧 今天Get Ready With Me 重要的還是想要分享我最近的生活給大家 跟一個很大的挑戰給大家 還有很好的產品給大家 因為很久沒這樣坐下來跟大家聊天了 有任何的問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會把今天用到的所有產品 都放在下方資訊欄 那更多SconaS的週年慶折扣 也會在下方寫得很清楚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